今天要做的這道菜 叫做橄欖油蒜味蝦 其實也是在平常的時候 在下午茶也好 或是宵夜的時候 我會很常吃的一道菜 那做法其實很簡單 我會建議就是用冷凍蝦也好 或是新鮮的蝦 不要去買那個坊間已經弄好的蝦仁 因為那些蝦仁有時候可能會泡一點紅沙 吃起來那個脆口度反而是不舒服的 那這道菜裡面的紙巾 在裡面其實是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把它切開來之後 我們要把裡面的藏泥拿掉 那很多人的習慣性 會把藏泥拿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它會放到水裡面去洗 那其實蝦子的構造很有趣 你如果放到水裡面去洗 它一旦吸了水之後 那個蝦基本上脆度就不好 接下來要做的這個部分是最重要的 拿個紙巾 大概是兩張左右啦 那你可以把蝦子全部放在這紙巾上面 一隻一隻排列好 要吸水 吸水的好處是我剛有提到 它的肉質會變得比較結實 比較結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你水分吸掉之後 待會我們把鹽放進去的時候 它不會受到水的阻礙 所以那個蝦子的肉就會比較彈 不用去特地去放什麼藥或幹嘛 就可以讓蝦子變得好吃 很多時候少了這個步驟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是 奇怪為什麼我自己做出來的 比如說華蛋蝦仁 或任何的蝦子都不是很脆口 或是很好吃 那你可能會去買房間那種泡棍澎沙的 那泡棍澎沙有個很有趣的問題是 它有脆度 但是它的什麼 它少了那個入味的程度 所以就拿起來就像捲壽司一樣 你把它整個捲起來 讓蝦子跟廚房紙巾都均勻的黏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稍微把它按壓一下 就可以把裡面的水分全部都擦掉了 好擦掉之後你可以明顯看到 蝦子你看它可以黏在櫥子上面 比較明顯就是你丟上去有沒有 蝦子就會黏在紙巾上面 這樣子代表它的水分已經洗好了 那接下來它的肉質就會比較好 而且呢 醃它的時候也好 或是放鹽巴的時候也好入味 然後你可以準備來醃這個蝦子 先把鹽放進來 胡椒 然後把蝦子放上來 再來鹽 胡椒 然後大概均勻的把鹽跟胡椒都放在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烹調了 鍋子是冷的情況下 那先把橄欖油放進來 那你不再需要去擔心說這個橄欖油很多啦 因為在這個西市 在歐洲的早餐 他們甚至會拿著麵包沾著橄欖油吃 那它是健康的 但任何的東西也不要攝取過多 這樣子的油脂跟蝦子下去烹敲的時候 待會那個蝦子的味道會浸到橄欖油裡面來 好那這個是蒜末 這邊大概是8到10顆 把火打開 你可以把它舉起來 往前面這邊 它就會集中在這個地方來編蒜 鍋子這些部分就不會有任何的蒜頭 然後在這邊你也可以省油 然後在這邊去把蒜頭的味道 全部把它編到裡面去 那你有看不清楚 你可以把它回撥回來 你看 現在目前的蒜頭都顏色沒有變 它一旦開始顏色變了 就代表蒜頭水分已經倒了這個油裡面去 速度就要加快了 它的變是一瞬間的 所以你要這個時候你就固定要去滑動這個鍋子 好 現在你看 比較細的蒜末已經開始變色了 你可以把辣椒放進來 九層塔放進來 然後再一次的往前撥 有沒有 它一瞬間就變色了 這時候把蝦子撥進來 鍋子先關火 讓這個蒜跟油 還有蝦子充分拌勻在一起 再把火打開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放一點點的胡椒 因為剛剛的油是沒味道的 然後來一點點的鹽 這個時候香氣是很足的啦 然後你待會吃到的時候每一隻蝦子都很脆口 因為剛剛已經把水分給吸掉了 那現在就是眼睛盯著每一隻蝦都一定要熟 然後蒜不要焦 如果覺得說有點怕蒜焦就移到旁邊來 在這個地方拌也可以 然後眼睛盯著每一隻蝦都熟了 好 就可以把火關掉了 很歐系的一道菜 那會布買很多的蒜酥跟橄欖油 也是因為這些橄欖油跟蒜酥讓它變得好吃 然後你可以準備大概兩三片化粿麵包 那待會吃的時候你就可以用它 沾著蒜頭跟蝦子吃吃看 好 五月花廚房紙巾 超島3D吸油網 吸油吸水好吸力 我真心推薦